恩生与害 所有害你的人 你迟早会发现他真的是你的大恩人 所有对你有恩惠的人 你迟早会发现就是这些人把你活活害死 你好好去体会一下 所以我常常劝很多年轻人注意一件事情 客气不是你的福气 领导对你越凶要求又苛刻 你获利越多 领导对你越客气 你受害越深 一般人很难去体会这种事情 他对我好啊 太好了 我上辈子修来的 不是这样 一个人没有经过磨练 你是成长不了的 成长不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 潜力是无穷的 都发不出来 有什么用 从现在开始要记住 凡是对你好的 你不要推高坚决 他迟早把你害死 你看父母对子女越好 甜甜什么爱的教育 这个子女长大以后又不孝 父母不可以乱打孩子 但是一定要适当的惩罚 你连惩罚都不惩罚 那你还有什么爱心 我有一句话 大家做参考 在人际关系里面很重要 爱他就是要限制他 才叫爱他 一个领导 给部署很多限制 就是他希望他要长进 要不然他根本不要给他限制 有什么限制呢 父母真的爱小孩 就要告诉小孩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而不是什么都可以 千万千万记住 恩会变害 害会变恩 我相信各位都听过这个故事 有一个犯人 秋天要问长 他只有一个要求 要见他母亲一面 那掌管的人觉得他很有孝心 临时的还要见母亲一面 就让他见面 结果他跟妈妈讲 他说妈妈 我从小喝你的奶水长大的 现在我快死了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想再吃一口奶水 妈妈说这个很容易啊 别的做不到啊 然后就奶给他喝 那个犯人就一咬 把他妈妈的奶头咬断 他说都市你对我太好 我今天才会这样 小孩做坏事 就是妈妈没有好好教他 我们很多事情 要想得比较深远 要考虑得比较深入 不要太粗浅 好像对他好 就是真的对他好 不见得 我们经常好心做坏事 坏心经常做好事 这非常有趣的事情 不见得比较少许 不见得比较少许 不见得比较少许